我當初是讀發言農校 第一志願就是品科大 對大學充滿了很多的期望 我覺得這些期望是必須要去做實踐的 最開始我在香港申請來台灣讀書的時候 我想說在每一個地方都會有可以學到的東西 就想來這邊試試看 我在高中的時候是讀食品加工科 很喜歡食品化學跟食品微生物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了品科大生物科技器 或許是因為我們是科大的關係 更了解業界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就會去跟業界做一些Case 去培養我們變成業界需要的能力 來之前我是覺得這個地方很偏僻 來了之後才發現並不是這樣 然後發現其實這裡資源很好 就像我們實驗室就有非常好的設備都有 同時我們還有很多實習的機會 然後在旁邊還有農業科學園區 很多也跟我們系上面也有很多合作 像我們還有一些畫領域的異畫 之前有跟水產養殖 然後氣管系做了一個研究 然後並把我們這些數據做一些大數據的分析 然後可以去得到一些趨勢 原來在高中的時候讀書 其實說簡單一點就是為了成績 但是到大學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現在在學的東西是很多人很需要的 而且本身對這個東西是有興趣的 你就會覺得 我現在做的這種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覺得在這邊來說 最不一樣的就是我們這邊會有更加的實際 可能在某一個階段 我們就會把它變成一些產品 這個就是跟市場上面的連接是更快的 就是構成是更平平的 就是我們學術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但是怎麼樣可以把這些東西 真正的能用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我把這些東西落實下來 是很有承受感的 不可以把這些東西拿來 是很有名的 有心格了 但是我們平行的